哈囉大家好 我是丹肉 又到了每週是TING特價的時間 這週挺不錯的 要遊戲性有遊戲性 要劇情有劇情 要色色也有款無比經典的作品 那玩的時候瞬目結舌而知 哇 不能只有玩到 也是就讓我們開始 這週的特價推薦吧 GRM2除月有Rena 原價118元 折扣60% 歷史心地是12元 評價將近2000篇左右的 壓到信號屏 是款雙感彈幕設計遊戲 後面採用極簡風格 不管是敵人還是我方 甚至是攻擊方式 都只用幾何圖形 方塊、三角形、圓形等來表現 遊戲開始能選用 超過10位上角色來開局 每位都有自身獨特機制 像是狙擊手 在不動狀態下的攻擊 會有加成效果 多面手會持續的向三個方向射擊 那在關卡內 擊殺敵人會獲得碎片與星星獎勵 碎片人用來強化這一局的玩法 比如提升血量、傷害、射速 這種比較基本的屬性 也有一些特殊化的選項 一旦選擇了加一大幅度改變玩法 一玩到後面 所以加點的天賦越多 後面就會變得更加五彩繽紛 那戰鬥結束之後 所刷到的星星就能用來提升角色的各方面等級 甚至也能購買福文 讓你在開局時就能獲得一定的基礎能力 是一款很紓壓快樂的作品 第二國多二 王國在林 原價1790元 折扣85% 歷史評第268元 評價有7200篇左右的幾度好評 以及普麗化風味主題的第三稱角色扮演遊戲 在龍馬力走王國中因為國王加崩 由我們的小王子埃邦上位 但此時卻遭逢政變 就在危急時刻 現實世界總統羅蘭穿越到這世界 就這樣兩人將相互扶持 開啟小王子奪回王國之路 起初我們在大地圖中顯晃 而碰到怪物之後 就會被傳送到神秘空間中戰鬥 那角色可以釋放4種技能 前往多裝武器來攻擊 玩起來就還算過得去 我覺得應該要這樣說會比較好 遊戲內做了很多系統 像是王國建設、領軍作戰、地下城探索 天賦、技能、裝備等 但都做得很普通及格分而已 不會好玩到哪邊去 但也不會受到不好玩 實至無畏氣之可惜 但是畫面很強、音域很棒、劇情很王道 所以我會建議 像放鬆多款RPG類型的遊戲 這款就可以考慮 但一定要選普通模式 因為戰鬥也沒說做得很好 選困難模式就單純自討苦吃 那遊戲沒有中文 但可以裝漢話補丁 但不要問我怎麼裝 因為我也忘得差不多了 英勇之星 偉大戰役 原價425元 折扣75% 歷史評第106元 評價2萬篇左右的壓倒信號評 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背景 由四位主角民運所編制二層的故事 述說一段破於大環境而顛沛流離的悲劇 在起初法國盛米夜樂的一處小鎮 妻子瑪莉正照顧著年幼孩子 而身旁的丈夫卡爾正努力工作 一切都那麼美好平靜 難而就在此時 德國向俄羅斯帝國宣戰 法國被捲入其中 隱隱瞬間籠罩著這對夫婦 由於丈夫卡爾正是德國人 身份過於敏感 為此被兩名憲兵強制驅逐出境 被迫和自己的企業分別 而在過後不久 德國也向法國宣戰 全員被迫踏上戰場 妻子瑪莉的父親也不例外 那這是一款以2D為框架的遊戲 並且在其中加入解謎與潛行等要素 主要是以體驗劇情為主 感受那戰爭的殘酷 那遊戲沒有中文 但可以漢話包來使用 96號公路 原價396元 折扣645% 歷史評第138元 原價1萬2000篇左右的幾度好評 在1996年有一個獨裁國家皮特拉 因為部分原因導致有許多年輕人 千方百計的想要跨越邊境逃離此處 而抵達邊境的最後一條公路 便是96號公路 那遊戲玩法很特殊 因為在裡邊我們將扮演路人 那在逃離的過程當中 你會隨機性的相遇7名主角 你可以跟他互動聊天 跑一些世界來更加了解這人 之後相互道別再次出發 可能到路邊的酒館 鑽點錢來勉強虎口 或者是盜取別人錢財 但如果體力耗盡倒在路旁 便會被警察抓到 關押到國家監獄裡 之後便會開啟下一局 繼續操控另外一位路人 再次隨機性的相遇這7位主角 可能你這次會繼續教訓 最終逃離邊境 但你的過程並不重要 簡單來說 你會透過堆射手段 不斷認識這7位主角 逐漸了解這獨裁國家的面貌 知曉被隱藏起來的真相 Fury Unleashed 原價328元 折扣80% 歷史新低65元 評價1300篇左右的幾度好評 4款2delaylog動作遊戲 在架空的世界觀中 有本漫畫名叫狂怒釋放 而是玩家將操控漫畫中的主角來冒險 而根據不同系列作 將會有不同的關卡來選擇 那在遊玩過程中 所達到的裝備 生物都能用來強化自身 也能在商店進行購買 而遊戲的核心系統 是建立在combo上 你combo越多就越強 而所學習到的天賦 也是這種相關類型的 像是5combo生命值提高 10combo就刷新成敵擋傷害的護盾 15combo、子彈攻擊會獲得加成等等 來鼓勵玩家採用快節奏的顯示遊玩 是體驗起來非常爽快 那每關都會有精英怪BOSS戰 而只要把所有關卡都挑戰成功 將會解鎖鎖繪本關卡 難度將會進一步提升 喜歡橫向動作類型的玩家 這款可以試試喔 Day of School 原價378元 折扣60% 歷史評低151元 原價2500篇左右的幾度好評 這款Later戰是惡魔城遊戲 在經過五數年後地球 人類被種名叫屍骨的生物趕盡殺絕 被迫躲在地底下五數年 而主角們聽聞傳說 地面上有未來的天空跟充滿歡笑的校園 於是異星人便下定決心 踏上衝返地面戰役 那主角可以配戴三套武器來切換 分別是近戰、遠程以及砲類武器 每一種類型都有多種選擇 像是大錘物、絲刀 那遊戲裡面也存在著等級系統 每次升等都能配點天賦 而某些關卡太難打不過也能去農一下等級 農好農滿之後再去挑戰也行 那本作主打插邊球 血量降低會爆衣 但就爆在剛剛好的尺度 招逢事件被屍鬼抓住 也會有些說不清到不明的微妙動畫 但就插邊球而已 不用想太多 我相信大家最期待這個環節 有很多人被這個標題吸引過來 而這款補膜作品無怨稱它為經典 甚至達到了反譜歸真 文王無只想說不人只有頑固 它就是密系圖 原價也45元折扣71% 歷史評低13元 評價也54篇左右的大多好評 不用補丁、單張圖、無雲、種水區 主打傳統浮世繪風格的平圖遊戲 在裡面你能見識到各種各式各樣的Play 經典的男女一隊百合香水 到自己體驗以及老爺不要 到誇張一點的 真實的章魚觸手、魚狗之間的交流 各種美女野獸 還有小人穿梭在不同洞口之間來施工 玩玩一個拼圖開張圖 種類豐富 不過為好奇 這次現代來仿佛示惠風格 還是真有這種古代春宮圖 如果真有這種著作存在 那就不得不佩服 古代人真會玩包羅萬象啊 那遊戲標榜全語言 但裡面只有英文而已 但遊戲也才13元 買下來開開眼界也挺不錯的 而Nammerzy Warzone Earth 原價178元 折扣90% 歷史評低17元 評價870篇左右的幾度好評 這是一款反塔房的特殊遊戲 在裡面我們能操控軍隊英雄這兩個單位 軍隊會跟著預設好的路線前進 而英雄則能到處放技能 藉此保護好軍隊 但是一路上會有許多砲塔攻擊我們 而軍隊則會反擊回去 那一旦打倒砲塔我們就能收穫一點技能使用次數 史詩英雄就能放更多技能 像是在前進的路線上放個補血圈圈 這樣武方軍隊經過時會補充血量 或者是放個幼兒來吸引敵人炮火 而這過程我們可以隨時改變路線 來驅及避兇安穩的前進 接回因為意外而散落各地的隊友 逐漸擴大武方火力 那所收取的獎勵也多 也能提升軍隊各方面能力 最後直達終點繼續跑劇情前往下一關 那這款遊戲同樣沒有中文 不過Steam評論裡有漢話補丁 喜歡的記得去看一下 好啦這期特價就到這邊附上懶男包資訊 這期有三款需要安裝補丁的遊戲 有在猶豫要不要介紹 畢竟安裝過程也是個麻煩 但想了想說這些作品都很不錯 最後還是放上來分享 讓各位多一點選擇來挑遊戲 那就差不多這樣 我是Dunlow 下次見啦 掰掰